事业有成就回馈家乡 带您看到新竹县北浦国中校友张秋皇 他曾在大企业服务 而现在一连三年 每年都捐一百万元 帮助弱势学生来就学 同时也协助校方培训社团 添购设备 让学生学习是无后顾之忧 今天获颁了教育部 捐资新学银纸奖章 缓缓吹出高低音和谐旋律 口琴社团带来精彩的 经典电影刺激主题曲 优美乐音回荡大礼堂 感谢校友张秋皇捐百万助学 北浦国中今天颁发 捐资新学奖章 我成立在学校母校 成立这个丰隆奖助学金 那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个来源就是纪念我父亲 针对清安学生 那我不因为现在大家 很多家庭大概都已经是中南阶级 家庭不错 但是我是真的平寒 但是就是想念书 但是家庭比较差的 这些学生可以帮忙 五十多年前毕业于北浦国中 张秋皇曾服务台塑洪基等 任职总经理和财务长 事业有成回馈社会和母校 成立丰隆奖助学金 借此纪念已故父亲 连续三年来每年捐出一百万 提供学校口勤管乐和武师社团设备添购与教学师资金费 也要帮助中低收边缘家庭弱势学子 疾难或学杂费使用 捐资新学一举今天也获教育部颁发银纸奖牌 学生把心中满满感恩化为文字 送卡片感谢学长鼓励和支持 那孩子除了艺术社团的练习之外 这些技能练习那其实他们现在在学业上面课业的学习 其实也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孩子蛮积极在进步当中 那我感觉孩子可能也会很希望说 自己将来是有能力的人 像学长大学长这样能够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全校123位学生落实家庭学子占了一半 鼓励勇敢追求梦想张秋黄勉力学弟妹 认真学习未来也能成就自我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但是不要把这个比赛当作很像